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龟家是咱们的猜图环节,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应有出的角色他是谁 答案现在本期的视频莫美处揭晓答案哟,一定一定要看到最后时刻 今天豪哥要给大家捋一捋奥特曼都是什么时候来保护地球的呢 豪哥真的是查阅了无数资料,看了无数的奥特曼才找到了比较靠谱的 但这个分支实在是有点太多太多了 光初代奥特曼只有两个结局,所以豪哥大致来说一说 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大家可以指出来哟 大家可能以为初代奥特曼是第一个来到地球的 并且豪哥曾经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其实不是哦 初代奥特曼来到地球,结果出了事故,被迫留在地球之前 诺亚神秘死到的诺亚奥特曼曾经早前一步来到了地球 不过当时的人类眼睛可能不太好使 做的诺亚雕像完全对不上本人,把诺亚给弃走了 而赛王奥特曼作为行星的观测员,也肯定比初代奥特曼更早一步来到地球 只不过是看了一眼就走了 而第一个正式保护地球的奥特曼就是初代没跑了 接下来的顺序就是大家熟悉的招和奥特曼一个一个登场咯 大家注意到这点了吗 那就是初代奥特曼的设定其实是在未来的 豪哥可不是瞎说的咯 第23集中贾米拉被埋葬在地球以后呢 在墓碑上写的居然是199几年 大家知道初代是在1966年拍摄播放的 这个应该不是bug吧 所以初代奥特曼的设定是在近未来 而平成系的奥特曼分支实在是太多了 大家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不同的世界观 以迪迦为首吧 开启的平成三节时代来演下去的 而真正接着招和奥特曼时间线走下去的 其实是孟比优斯奥特曼 孟比优斯奥特曼最原始的设定 其实是在初代奥特曼离开地球以后 比其他的来的还要早一些 他差点就成了奥特曼兄弟的插班生 但是在改动以后的设定 是招和系奥特曼保护地球以后 地球已经2030年没有出现过怪兽了 至于为什么2030年地球都没有出现怪兽 好哥也不知道 设定就是设定嘛 结果设定一改就成了弟弟级的人物 小孟看到都哭了 你瞎改什么改呀 按照原来的设定不好吗 如果说要个完整的时间表 别说豪哥了和众多粉丝了 就远古自己都理不清楚吧 好了 现在豪哥公布本期的猜头单了 小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 好了 喜欢看豪哥讲解动漫视频吗 一定要搜索关注豪哥的 优酷号动漫三分钟 咱们下期再见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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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